医患家喜头条问答签约作者,医养结合,健康养老养老,是让老年人在养老院中,安度晚年的重中之重,也是目前国家大力支持的方向,但如何解决这最后一公里健康养老? 首先是费用问题,金钱限制了很多老人健康养老的希望,医保政策因更多向养老院倾斜,现在已经看到,不少大城市养老院的内设医疗门诊都在逐渐开通医保,老人慢性病的常用药或一般基本用药,均可在养老院解决,下一步是老人在养老院的住宿费用,如果医保能不犯负担,会减轻老人很多经济压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